卢台长你好 我想问我的母亲王仁 唐朝的唐 秀妻的秀 兰花的兰 1997年去世 唐秀什么 兰花的兰 唐秀兰 你妈妈生前拜佛的 对 哎呦 很高耶 很高耶 这几天已经在天上了 你妈妈走的时候 有人给她超度过的 庙里给她超度的 而且你妈妈走的时候 穿得很漂亮 就像丝绸的衣服一样的 那我还需要再帮她念经吗 不要念了 你们做不到她的梦 以前的我常常有做到她的梦 最近就没有了 最近没了 你们念过小房子吗 没有 没念过小房子 就念心经大悲咒 是吧 蛮好 她自己本身在人间修得很好 她现在已经在色界天了 色界天了 已经很高了 好 谢谢卢台长 我讲给你听好吧 是你妈妈对不对啊 我母亲 是你母亲是吧 对 跟你不像 你像你爸爸 你妈妈脸跟你一点不像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你妈妈比你好看 像女人 你像男人 感恩卢台长 谢谢 谢谢 好了 我告诉你们 如果活着的时候不孝顺 人家走了赶快念小房子 把它超渡上去 那就叫孝顺 所以可以叫她下来看的了 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 祝福祝能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师父 慈悲 今天我带我的朋友 问她的母亲 王仁 马月鹰 09年去世的 马月鹰 马到公车的马 月 月亮的月 鹰 英明的鹰 你问你的朋友 她的妈妈死的时候很痛苦 对 现在还在地府 没有超脱 还在地府 也没有投胎 她妈妈现在 给我的message 就是给我讲话 就是说她很心疼她 不舍得她 她妈妈最喜欢她 对 小弟你自己要懂点事情 你要真的孝顺妈妈 好好给妈妈念 小房子 听得懂了吗 要多少张 把你妈妈尽快超度吧 因为 你要是再不把她超度 大概还有半年时间 你们家有个亲戚要生孩子了 她可能会投到她的肚子里去 你想一想一想 你们家有没有一个亲戚要生孩子 要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没有 再想想看 远亲不一定近亲的 或者你的朋友当中 圈子当中 跟你关系很好的 你到师父就行 有吧 有 大家看见了吗 我跟你们讲 不要不珍惜啊 一个人不珍惜 一投胎 上辈子白修 所以我跟你们讲 一定要一时修成 你们如果再想到人间来吃苦 你们再来投胎好了 师父 我跟她是 86张小房子给她妈妈 86张 好 她妈妈说了 她有一个在房间的阁楼 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脚上 有供了一个东西 请她把她请下来 知道吗 知道 鼓掌 好谢谢大家 厉害吗 妈妈还有话讲 你把她赶走了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 跟你说啊 好好的给妈妈念啊 现在这些小青年 你们想想看 如果不是台长 这样救他们 你叫他到 去听佛法 他可能吗 你只有这种方法 他马上就念经了 不单单是信佛 而且马上念经 这是最好的妙法 这就是感恩观世音菩萨